妳的真正的工作有別的嗎 就是廚師 對…就是沒有工作去剪裁這樣子 所以你是因為太愛演戲 還是想說可以看看明星 其實是興趣 對 就是自己模 其實我不善於表達 其實讓我拍戲 就是多接觸一些機會這樣子 現在的口才 是已經經過兩年的訓練了嗎 對 所以說比較敢表達 所以如果一直當廚師的話 是很少有機會跟別人講話嗎 對 就是跟蔡講話而已 對 跟蔡要做什麼 就說 我要... 我要切 妳真的很喜歡跟達德聊些 有的沒辦法 所以這裡的人 竹生難道當過靈演嗎 我剛剛聽大家這樣講 我覺得做劇場好像幸福多了 你是劇場出來的 對… 你的第一部電影是總鋪師嗎 不是 我是做幕後工作 然後才接觸到電影的 妳的幕後工作是什麼 就做表演的 跟演員上表演課 或者是台語指導這種 而且他的美術有得過金鐘獎 沒有啦 入圍過啦 沒有得… 你是美術指導 對 因為我進劇場的時候 其實我是做道具跟舞台 燈光技術這些 你跟他合作過嗎 有…我跟他合作過 蒙甲的時候 他是我們的指導老師 教他們怎麼演戲 教他們怎麼演戲 你被他教過 對啊 我蒙甲那個狗仔孩有沒有 還有都是他教的 翻滾包我也跟漢年合作 然後太平倫他也是指導老師 對 真的嗎 台語的部分 其實他教我們很多啦 其實就是跟演員之間的 互相的一個信任 我們有玩一個信任遊戲 就是你要往後躺 你先往後躺嗎 就是 我問你是後面要有人嗎 不一定啊 你要信任這個世界 世界 這個 後面這個罐頭 你覺得他會空嗎 不可以啦 可是我覺得如果說上課 就是有和你這樣學生其實很好 因為他很有活化功能 他常常僵化我們的節目 我聽過 他把氣氛弄得很歡樂 我覺得那個演員之間 可是戲劇教學幹嘛 在乎歡不歡樂這件事 這個是信任感 因為有些大部分演員還是會撐著 就是不熟 若思銘之前有當過非男主角的工作 有 他演藝圈第一份工作 就是在那個時候洛杉磯當林演 就是尖峰時刻Rush Hour的林演 一部 對 第二集他們是去香港拍 那有部分是在洛杉磯的攝影棚拍 有看到你的臉嗎 那時候我是演一個調酒師 Bartender 他們在一個按摩館 你不知道記不記得 他們去一個按摩館 然後我只是調酒師這樣 一個吧檯這樣後面 很認真的在做這件事 然後機器可能在那邊 然後完全沒有跌到腳 可是你有看到那幾個主角嗎 有 成龍 Chris Tucker都有 都在看他們 對啊 可以跟他們講話嗎 沒有 我不敢 不可以 對 他們也不會看我們 也不會交換眼神 那收工可以跟他們拍個照吧 我有主動說 Jackie Chan nice to meet you 然後就是 他說就這樣子 對啊 你沒有要求拍照 不會 因為很多人在擋 那有人替你去看那個 攝影機的畫面 看你有沒有被拍進去 完全沒有機會 完全沒有機會 所以你是等到電影真正播出之後 才發現自己 對 我還請我幾個高中同學 一起去看 然後就真的是 我才可能看到這麼多吧 沒有臉 完全沒有臉嗎 沒有對到焦 然後那麼小 所以你們通通都是要等到 那個作品播出後 才知道自己有沒有露出臉嗎 對 對 沒錯 不可以先問說有沒有露臉嗎 不一定 因為到後面有可能會被剪接 被卡掉 對 阿莎是 行政助理 戲劇的嗎 沒有一般的公司好 那不就很安寢假 對 所以希望還是將來有一天 變成很紅的演員 當然 這是希望 學什麼經驗 就在現場學習一些戲劇的經驗 就看別人怎麼演 對…然後從中去學習一些 你合作過的演員 你覺得演技最好的是誰 周俞銘 齋齋 因為我當時 第一次跟他合作的時候是 你就會突然感覺 好像有一道光出現在現場 他只好你就是那一道光 沒有… 因為我當時不曉得他在現場 所以就突然覺得 妳還沒有看到他本人 就看到天上有一道光 照亮亮亮亮亮 應該就是天亮的吧 沒有 那天是中午 就是剛好看到 就是那邊就是真的有一道光 就很亮亮 然後就看到周俞銘他來現場了 這樣子 對 所以那個戲是他跟趙宥婷 合拍的那一部嗎 沒錯 皮質英雄 那趙宥婷出現的時候有光嗎 他眼中周俞銘有光 所以品豪是 你有別的工作嗎 平常沒事會在家裡幫忙 家裡是餐廳 有碩士學位是哪一位 你是碩士 對 你是戲劇方面的學生吧 我不是耶 我本來是讀商科和資訊的 然後可是因為我本來就很喜歡表演 在學校的時候就常常去 就是歌唱表演什麼的 然後所以後來就有一個比賽 然後就得名 然後被一間小的工作室簽約 然後說什麼 要當歌手 培訓對不對 然後結果最後也出了那個 什麼專輯海報我有帶來 所以算那個有點像古蹟 然後有人說 這設計怎麼那麼醜 我是覺得也滿醜的 有真的專輯耶 這真的專輯 好像團體 可是在2010年的時候 2010年 海報都印出來了耶 對 都印出來了 結果後來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就是有一天老闆 他就私下把我找過去 他說平好 我有話要跟妳說 他就說不好意思 就是我這幾天玩那個股票 然後就是不小心把錢輸光了 然後你們的宣傳被我輸光了 你們就剩不到10萬塊 對 然後我就有點傻眼 等一下你們這個團 本來是要以什麼東西取勝 是很會唱嗎 他叫我們就是唱歌 然後又要學才藝 所以我們四個人 有不同的才藝 你們有花了時間練嗎 他去練了我們有一年吧 一年 一年就是 然後是認真在上課 學唱歌跳舞嗎 對 他真的有教 然後你看到其他三個成員 你都沒有問號 一開始有啦 一開始有 可是因為 2010不是很久以前耶 算也滿久的 五年了 五年了... 那你的強項到底是唱歌還是演戲 後來就是因為 已經沒有舞台可以表演了 然後我就網路某一天上網 但是有人那個中姿勢在整齡演 然後就跑去試看看就去演了 你有在總部室裡面嗎 有 我有演過中姿勢 中姿勢 臉有嗎 有 一個畫面有比較多 因為其實後來林美秀 就是他在比賽 這個出賽 複賽 決賽 我都在旁邊 我一直是候選人 就是在旁邊 可是很不明顯 你在美秀旁邊 對 我一直站在他們旁邊 附近 怎麼沒有印象 那個有一道菜 那個皮蛋的那一道 你也沒有印象 你不是總部室贏人嗎 但是我只有在決賽的時候 戲才有我 出賽 複賽那個我都沒有出現 對 決賽我是在那台上的 其中一個 有兩個候選人在那邊 所以出品好 我的戲還比 還比竹生的時候 對...國布室內館 一整個禮拜 就是我們整個禮拜半夜 都是在那邊拍 那你就應該要紅啊 沒有畫面啊... OK 所以電影播出 你也有找一群同學去看嗎 我有跟很多朋友說 我有演啊 然後去看 他說在哪裡 我沒看到啊 可是至少確實臉是有出現的 有一個畫面 那個皮蛋那一道菜 還有一個皮蛋的那一道菜 對... 只是我在旁邊端那盤菜 夏漢君 你的臉 是我們應該要認得的臉嗎 有點熟悉耶 最近啊 最近 最近的一個MV 對... 蔡依林的MV嗎 對... 你有跳舞嗎 不是 我只是出來 眨個眼睛而已 出來眨眼睛 對 有用嗎 這個畫面 然後他就一個這麼大的鏡頭 對 然後就... 你只負責眨眼睛 因為其實我們拍 就是一個健身房的場景 然後我就負責在裡面運動 還有誰拍蔡依林的MV 你們兩位 我是在裡面演... 飾演一個布雷克的小弟 布雷克是好大 他是一個山寨 山寨幫 我是頭 我帶著一大堆兄弟要去 所以... 有那麼老爺 恭喜有沒有來二兩百乾 老爺啊 蔡依林他們呢 是...就是在裡面的狐狸精 是他跟安世奈美揮那支MV 那我們在裡面就是 循歡作樂 一大堆模特兒坐旁邊 然後吃吃喝喝 那支MV你在裡面戲份很重耶 因為他們是狐狸精嘛 那就是會勾引...勾引我們 那每一個就是你知道 就是精...就是完全是 衝腦了 然後...然後就是會 很像是下迷藥這樣 那我們就是 我是裡面比較鎮定的 因為要讓兄弟爽 然後我們就是到後面才會 等一下講一下我們節目 不能播的內容 布雷克進去好萊塢 當場示範怪異表情 布雷克沒有演露絲 對 你演的是一個去性侵犯的 Scarry有Hansen 我NG了四次 你NG了四次 你真的看你... 你NG的時候 他沒有用懷疑的眼光去看你 到了第四次 這個時候 Scarry他就叫我 我去判他 我去判他 我只是判你耶 你等一下回家看總部 他就說 嘿嘿 你這樣好聽話 怎麼會這樣 我愛你